你们打几个电话就想赚我这五千块钱 这钱也太好赚了吧 行 老公 我们晚上去吃火锅吧 我到楼下了 天天 你欠我五千块钱什么事还给我 什么五千块钱 你在说什么 你还抓 我们都这么多年朋友了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倩倩你在说什么 那我就明说了 我老公去你们家辉哥公司上班 你是不是收了我五千块钱推荐费 哦 这个是啊 要不是我老公今天去办入职 人是跟他说要五千块钱推荐费 我还不知道有这回事呢 那不是推荐费 那是保证金 你少来这套 别以为换了个名字就想来忽悠我 我们都这么多年朋友了 你还做我这个钱 你可真让我恶心 你良心不会痛吗 我 我说我 赶紧去找你老公去 你老公这个岗位比较特殊 只能走那步推荐 你没想过 为什么吗 那是因为我老公能力输重 像这种技术感 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 能力出众 单初你一天打几个电话 催我老婆给他介绍工作 他上一份工作 就是因为严重失误 被辞退了 没有担保金 谁敢用他 少来这套 你们什么都没做 打两个电话就想赚我这个钱 这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 倩倩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人是灰哥推荐过去的 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是不是要负年代责任的 能出什么问题 亏我还拿你当血妹 还请你车都换 懒得跟你们说 从前 你确定要退吗 当然 我老公是凭自己本事得到这份工作的 你们打几个电话 就想赚我这五千块钱 这钱也太好赚了吧 行 哎 先进你 昨天我推荐那个人 推荐费我就不要了 一次回去给他 退过去了 这下可以了吧 这还差不多 我也请你们吃了顿饭了 这是扯平了 等一下 既然你觉得我们没有办到你 那这个吃饭的钱 你就拿回去吧 还算你有点良心 你老公应该再搬你入职 你可以到公司门口去等他 贵哥 贵哥 哎老婆 你在这干嘛 老公 我贵哥 我入职的是不是已经敲定了吗 怎么好多难道就给我取消了 什么取消了 他们公司不是很缺你这种技术感位了吗 这么重要的感位 没有人担保 对公司风险太大 被取消 你真惨 不是你给我担保的吗 那个保证金我都给你了呀 保证金啊 你老婆要求退了 待会儿会打到你卡散 哎家里阿们 你是不是蠢啊 我都跟你说了 那不是推荐份 那是保证金 保证金你懂不懂啊 你叫过谁自己给自己当保的吗 真的被你害死了 我 我也不懂嘛 钱 钱我不要了 我还给你 这敲硬的工作 你不能让他丢了呀 那个 贵哥 那个你搬帮忙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拆超容易 修超难 费力不讨好的烂好人 我也不想当 前几天吃的饭 都能让我们吐出去 这倒手的工作 丢了正常 我要下班了 我就不奉陪了 老婆 我们吃火锅去 我比较幸运 你既是我最爱的人 同时 也是我认为 最合适的人 我们 继续聪明 收敏